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自我摧毁与重塑的生死场 我们要推倒过去的一切 在废墟上新建一座城 比喜欢更可怕的是习惯 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曾经习惯了有人陪 有人疼 有人可以发消息 而现在 一切都要重新习惯 你要建立自己新的生活秩序 从一个人起床 一个人吃饭 到一个人逛超市 一个人散步 刚开始 必定会很难 但只要坚持下去 新的生活轨迹 总会覆盖旧的 新的习惯 总能代替曾经的 人的适应能力 就是这么强 你比你想象的 也要坚韧许多 至于过往 不必可以回想 那只会增加痛苦 那些事与愿违 我们无法改变 只能接受 然后向前走 专心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早睡早起 读书听音乐 适当运动 偶尔小聚 把能量都会聚在自己身上 有一天 你会突然发现 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悲伤了 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打破了 对过去时间的遗憾 当初的你 在当初的时间里 已经竭尽全力了 过去的时间 就让它自然地 停在过去吧 河水一直向前流动 在踏上新土地的时候 请转头告诉从前的自己 我决定开始新生活了 而你 不必追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